第一段程式呢 1 2 3 那我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並且我是建議喔 上面最好是加上相關註解 所以三段嘛 第一段是產生淵星圖 很簡單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跟剛剛最大不一樣是這個地方 這個直條圖改成那個圓形圖 就是前兩個參數變更 就是它的Type不同而已 後面的話就是它的坐標 前兩個是它的坐標 然後再它的大小 所以以後喔 如果假設你要 放在一個工作表的什麼位置啊 甚至你要做成像儀表板這樣的狀態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完成 沒有問題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標籤啦 其實圓形圖比較麻煩 就是怎麼樣加上資料標籤 然後呢 怎麼樣把它炸開 那我剛剛炸開15點或是12點其實都可以啦 反正關鍵是選整個 所以選整個圖的話它叫什麼 Full Serious Collection 1 對不對齁 當然前提是裡面只有一個啦 如果裡面有多個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1跟2的關係齁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容易出錯啦 不過大家要知道一下齁 然後呢 把它炸開多少 OK齁 那另外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如果再把它執行起來 第一個齁 直條圖 直行 這個應該沒問題 就這一個啦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是在執行這個 叫做這個圓形圖 直行到它旁邊 OK齁 那不過呢齁 假設我希望呢 把這上面的標題變更 然後呢 把這個底下的這個叫圖裡齁 把它關閉的話 欸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其實跟剛剛一樣,其實上面不是在直條圖裡面不就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其實可以直接拿什麼,直條圖上面剛剛寫過的程式 哪一段程式,這個有沒有,拿來改就好了 其實如果上面有啦,你可以把它直接貼下來 不過它這個是在WIS裡面,所以也建議怎麼樣 你可以把底下的程式改成WIS,因為如果你沒有改成WIS的話 很多地方一樣重複,所以這邊有ActiveChar,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通通可以把它改一下,所以有一樣的方法,你可以用這個WIS 從這邊,然後可以把它從這個下方,加一個ActiveChar 然後在哪個地方呢,剛才在最下面好了,叫EndWIS 然後一樣的方法,就是把它的開頭 所以這邊乾脆把它按個TAB啦,按個TAB鍵 然後把這邊一樣,Delete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然後另外的話呢,底下,並且把剛剛的那個這三行有沒有,乾脆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一樣的東西啊,你直接貼就OK了 因為它一樣嘛,沒有什麼差別,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再把它執行,執行到這裡好了,中斷一下 出來了,然後這個,有沒有,這上面變更了嘛 然後字的大小,變更18 然後顏色改成紅的,一樣嘛 所以如果你有些程式,假設上面寫過了,你可以拿來用 好,那最後的話呢,甚至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底下這個圖力關掉 圖力怎麼關掉 其實當然如果你用手動的方法是 從什麼呢,從這個圖表工具裡面的設計 一樣是新增圖表項目有個圖力嘛 要上五啊,有沒有 沒有,你變成如果你用滑鼠鍵盤來做的話,是從這邊啦 但是問題喔,你如果用程式來完成的話 那你可以用錄製劇齊啦 只是說呢,錄製劇齊其實裡面最重要就是 只要產生一行就可以了 其實叫什麼 它叫,呃,HES,什麼 這個什麼,CHAR,點 一樣齁,就是actualCHAR裡面有個屬性 叫做要不要的意思 要不要的話的話,它這個蠻直覺的,叫HES 所以你會發現HES什麼呢 那那個圖力的英文名稱,叫做Legend 所以呢,你要不要Legend 後面呢,你把它關掉的話呢,這等於什麼 等於FALSE就可以了,關掉,FALSE,不要它 OK,那你會發現喔,如果你增加這一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喔 假如我再增加這個HESLegend等於FALSE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剛剛喔,跑完之後 我把中斷點停在這裡,按F8 你會發現喔,它下方的這個什麼 圖力喔,OK,就會被關掉 有沒有,所以喔,再加一行這個 HESLegend等於FALSE就可以了,把它關掉 好,那這個就是我最後想要看到的最後結果 FINAL的結果了 好,那就完成一個直條圖跟一個圓形圖 不過最後呢,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再把它這邊再做三個按鈕吧 一個按下去,可以產生直條圖 一個按下去,可以產生圓形圖 那一個按下去呢,可以把這兩張圖給刪掉 那這樣不就有點像之前我們練習的 反正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所以待會的話也許再做三個按鈕 按一個是這個,這個,然後刪掉兩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做出兩個圖,這個兩個,直條圖 總共有1,總共就是1加4,裡面有WIZ 所以總共7行啦,7行程式這樣,知情 OK,那你會發現這個就OK了 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把那個圓形圖 那剛剛我們又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上面的TITLE 跟底下的那個圖例把它拿掉 那最後的話,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刪掉的話 刪掉哪一張圖,以前我們是用滑鼠點 然後按delete嘛,可是呢 如果你選取之後按delete的話 那在那個程式裡面,基本上呢 就是,它的叙述方法就是什麼 嗯,active,哪一個圖嘛 sharp1,我剛剛講點delete 但問題喔,如果你現在刪的話,只會刪一個 有沒有,一個 那除非說你再執行一次,它就執行兩次 但問題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喔 兩個通通刪掉,可以啊 你就寫什麼了,寫兩行就好了 Ctrl C,Ctrl V 貼上 但問題來了,以後如果你的那個工作表裡面有幾個 你還要先算好貼幾個嗎 如果多一個都不行嗎 所以喔,如果說你要能夠知道 第一件事,你要先知道 你現在的這個工作表上面有幾個圖 你就刪幾次,所以你可以跑個回圈 4i等於什麼呢 等於從第一個到第幾個我不知道 那怎麼樣知道有幾個 其實很簡單喔 這邊的話你可以用那個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的這個sharp的 裡面的圖有幾個嘛 然後呢,它裡面有個屬性,我剛剛有查一下 我按F1喔,裡面我發現呢 它裡面呢,有一個屬性叫.coms 點.coms的話呢,有沒有 sharp裡面的屬性 屬性在這裡有沒有 裡面一個要點.coms 點.coms的話呢,就是說 它裡面到底有幾個,有沒有 OK,它傳回來 它會傳回來這個物件的數量的 論,論就是數字 就是意思說有幾個的意思啊 它的數字值,OK喔 那所以呢,我們假如說 後面加個.com 就知道說,喔 這個頁面裡面喔 有幾個 然後呢,我們 按enter兩下打個 next 然後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 sheets 剛剛這一行啊 拖拉到這裡 這一行就不用了 那記得喔 刪的話呢,一律都刪第一個就好了 為什麼?因為它刪掉 你本來這是1跟2對不對 1跟2嘛 啊,如果你刪掉1的話 這個2會變多少 它會變1喔 它的名稱 它不是名稱,它是 它的index 它的所影值 因為如果第一名被幹掉了 那第二名就跳到第一名了嘛 對不對,應該可以懂個意思吧 所以喔 你不能說你這邊用i喔 如果你這邊用i的話 那就出錯了 因為如果你第一次刪掉第一名 然後你第二次要刪第二名的時候 第二名不見了 因為它地補到第一名去了 有沒有 假設我們執行喔 你有沒有辦法 這個辦法第一個 先刪掉 第一次應該是ok 對不對喔 那等到你第二次 那個 i等於2的話有沒有 那它已經地補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1啦 所以你按delete 它會注意喔 找不到那個耶 鎖影池耶 為什麼?因為它已經地補上去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你刪除的話呢 記得要把它改成1 這樣子應該就ok了 執行 沒問題 那最後的話當然喔 我們就三個按鈕啦 所以喔 我們就是1 先執行這個直條圖 2 就執行這個圓形圖 3的話呢 就是插入這個一堆的按鈕 三個嘛 第一個是 直條圖 對不對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假設我大概簡單做一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那假設這個是只要按鈕 刪除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我如果按一下這個按鈕會怎麼樣 全部不見了 全部不見了 ok為什麼 因為剛剛這些按鈕的話喔 它也是所謂的這個shops 也就是說它也是 那所以喔 按刪掉的話怎麼辦 就全部不見了 這就麻煩了 其實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網路上應該很難查到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要想辦法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後來我就想說到底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區別說 它到底是這個圖還是按鈕 後來我發現喔 找了一個方法 終於找到這個方法 應該是可行的 就是說如果我加上這個按鈕的時候有沒有 那有三個嘛 那你會發現喔 我先大概做一個 然後底下用 這也用複製 你可以拖拉加Ctrl鍵 這樣也可以複製啦 有沒有 兩個 三個 這個重新再改名稱 指定那個什麼 這個叫三圖 像剛剛是按下去就全部不見了 那現在如果要讓它不要不見的話 其實可以多一個地方 做一個什麼呢 在刪除之前 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什麼呢 後來我想說 它按鈕跟那個圖到底有什麼差別 OK 後來我發現喔 查了一下Shop裡面 還是有個屬性叫點Name Name的意思是它的名稱 名稱 所以喔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那個 要刪除那個名稱 如果是 什麼 點Name的部分喔 假如是 這個 常用裡面 我剛好跟各位講 這個選取有沒有 這個窗格啊 它有可能是Button 有可能是圖表 不過特別說 城市裡面好像不叫圖表 它叫Chart 也就是它名稱不一樣 我可以透過名稱 去做判斷 這個我想出來的 也就是說 如果它是圖表 我就刪 如果它不是圖表 就不要刪 這樣應該可行喔 OK 試試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